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另外一位嘉宾就是麦家强 他是一位律师来探讨的是 其实如果今天一个人破产的话 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 个人或者是公司陷入了破产穷击 爆穷了之后 其实究竟要怎么做呢 这个是什么我们想要问的啦 请问麦家强律师在吗 我是 你好麦家强律师你好 你好你好 刚才我们上班就讨论了有关于就是 为什么会就是最近就是比较 这个破产率有比较趋势 年轻化趋势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可能就先问你 其实在什么情况下 会导致一个人破产 他什么条件满足了 就会可以去申请破产呢 基本上一个人他一用多过他赚了 他慢慢慢慢就会去向这个破产的这个目标了 然后在法律的上面呢 当一个人当法律改变了过后啦 当一个人他欠钱然后没有还超过五万或者五万以上呢 这个creditor就是这个被债主呢 他就可以跟法庭申请这个人破产 以前呢在法律还没改变之前呢 他是三万或三万以上 这个债主就有权力去申请 不过现在已经把它提高了 三万变成五万 所以只要这个门槛就是五万过了 就可以直接申请破产吗 是对 以前是这样子的 那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被破产呢 就是比如他打一个比如你买车买物资 或者你用未来的钱就是刷这个credit card OK 如果你买物资肯定是超过五万块 对不对 然后你的物期你借钱买物资 然后你没有还 然后到一段时间你连续没有还了 他这个银行就有权利跟法庭申请破产了 OK 然后现在的现在的法律一改变过后呢 那以前我们借钱买车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guarantor guarantor华语叫什么 担保人 担保人 以前如果这个车主他借钱他没还 担保人也会遭殃 然后他们是一起进行的 一起进行像这个银行呢 会向这个车主还有这个担保人一起申请破产 不过法律改变过后呢 他们这个担保人呢 他们没有这么容易的中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 法律规定这些担保人 social guarantor 何谓social guarantor social guarantor就是这些人他们做担保人 是跟没有跟business transaction没有扯上关系的 就是social guarantor 就是我们读书要ptpn有需要担保人 这些人如果 如果他的这个借钱的人没有钱还钱的话 这些担保人他不会被 法律不允许他们使用这个 这个bankrupt来 这个bankrupt的proceeding来对付他们 然后法律规定说 你要用完 你要执行 你要执行其他的方式 执行了那个庭令 如果到 执行了其他的庭令 你才可以用这个bankrupt 可是social guarantor呢 他是 totally不能被bankrupt的 你们都来说什么吗 对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所谓的担保人的话 他只不过是 他只不过是说 他是在帮你担保 可是如果是说 他担保的这个人是申请bankrupt3过后呢 担保人是不会被这个bankrupt的 这个这个这样子的这东西 被列为就是bankrupt 对 他就是不会被 对不对 因为这个 这个破产啊 暴穷呢 它是一个法律的程序嘛 当我拿到请令说 你欠我钱 你不还钱我就执行 所以他是执行的其中一种方式 执行庭令一种方式 所以如果这个social guarantor 他们拿到庭令的是 你是担保他 然后你必须要还这个债主钱 可是法律规定 你不能用这个暴穷的方式 来执行你的庭令 完全不能 可是如果债主本身呢 债主本身呢 法律说 你 你必须要用其他的方式 来执行你的庭令 可是执行了过后 还得不到你要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暴穷的方式来执行你的庭令 其实我刚才说到 庭令和暴穷 其实是两回事吗 什么东西 庭令 刚才你说的庭令吗 和暴穷 其实就是两回事吗 对啊 那简单来说 当一个人他欠了 他有债主 而他没有本事还债主钱的话呢 那首先 这个债主 他就必须要跟法庭 申请一个庭令 来说你欠他钱 要法庭承认 你真的是欠他钱 你拿到这个庭令过后 你就要交给地方说 你必须要执行法庭的这个庭令 说你要还他钱 可是如果你没还他钱的话呢 你接下来的方式 你就要执行庭令 执行庭令就是 你要把他 用暴穷的这个方式 来执行庭令 来逼他还你钱 以前是三万以上吗 现在是五万 五万以上了 那除此 除此这个方面以外呢 还有怎样的这些知识 就关于在 bankruptcy这里的这些知识 是我们民众需要知道呢 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加多吗 其实有些人呢 他会有 通常我们 常见的就是 在主他执行庭令 把你暴穷 不过有些案件呢 他是 也自己暴穷 为什么呢 因为 当一个人暴穷过后 那我打一个比喻了 一个年轻人 他们很喜欢 改钱就是 用这个刷卡 OK 他们刷刷下 刷了二万 他觉得他没有本事在还的 没有本事在还 可是那个利息都在走的 他走的两三年过后 他就会到五万了 他到五万过后 他 银行就会可能有这个 他就有被爆成的机会率就有了 所以 他 他不想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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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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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刷卡 利息是18% 他刷了两万块了 他没有机会 他觉得他不可能再还了 如果不把他的利息停止的话 这个利息越提越高 所以唯一 把利息停止的话 意义就是跟 银行 解决 或者跟银行 情况和解说 你不要再生我利息了 这个可能性比较少 所以有些人他们愿意自己来报穷自己 那你愿意报穷自己的话呢 是 都不需要五万块的 你报穷了自己 一个人 一报穷了 他所欠下的 利息就会停止在那边 那 他的好处呢 就说到被报穷的好处了 因为当一个人他面对这个 经济的问题 他希望他的这个利息都停止那边 当他其中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停在那边 可是当一个人被报穷了过后 他是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 他不能拥有自己的产业 他 他 他需要把他所有的产业 交给这个报穷局来管理 那当然他出国的这个方式 也会比较困难 以前一个人没报穷的时候 他只要去移民厅申请这个护照就可以了 可是一个人被报穷过后 他必须要经过这个报穷局 因为他所有的财产是要经过报穷局来处理的 那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申请了一个报穷 当然就是他的利息就停止在那边 我所看到的唯一的好处 可是他还是可以出国 可是他出国的方式比正常的人会多了很多 就比如他到这个报穷局得到肯定 得到肯定再给一笔钱 压定金 然后回来过后 种种的东西 人家会问你你出国是为了什么 不过还是可以出到国的 程序比较多而已 那如果是说 如果是我申请破产过后呢 够我想要再做生意的话呢 可以的吗 会有这样子 那一个人申请破产过后呢 他是不能自己拥有他自己的户头的 因为刚才我都说了 他的全部东西都交给这个报穷局 如果他要自己做生意的话呢 他会比较辛苦一点 如果是说当时候 如果是说 或者简单来说 他根本都不能做生意 因为他可能只能可以打工 是完全不能再触碰生意这一块东西了吗 是如果他自己 自己做一个 开一个公司做生意 那你要开公司 你要放自己的名字吗 公司 你要做这个公司的 director 或者shareholder 他们都说清楚了 你不能是一个bank club 嗯 明白 所以你只能打工 就是带打工 除非你 你打工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报穷局 明白 所以所有东西都要有根据 如果一个人他不想陷入这个 陷入这个报穷局 因为当一个人报穷 他可能是去参选的资格 或者种种 好像律师 你一报穷了 你就不能当律师了 嗯嗯 那 在他们还没面对这个问题之前呢 他们可以 去向这个 呃 AKPK 那AKPK是这个 政府的其中一个 呃 它也是 一个机构 这个什么 呃 呃 呃 这个一个贷款的一个机构 就是如何去保 不是 他会帮你好好 啊 告诉你怎么样去处理你的经济 对对对 把你的经济搞好来 所以你不会陷入这个 爆穷的这个东西 就经过这个AKPK 可能他会跟你 呃 从重组你的经济的东西 嗯 所以有些人 当他面对经济的问题的时候 不管是你会面对爆穷 还是不会面对爆穷 我的建议是 你们可以去AKPK 寻找这个 他是免费的 这个经济的 呃 consultant 嗯 那 我们再讲回这个法律 讲回这个法律这一块呢 以前呢 以前 当 你被爆穷过 五年 五年 你可以申请 被脱离爆穷 可是 法律改了过后呢 他规定 三年过后 你就可以脱离爆穷了 那当然 他里面 他有他的细节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遵守 他的细节 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去执行 那当然 一个一个人 脱离爆穷呢 他 他虽然脱离爆穷 可是他有戏路 他曾经被爆穷过 当你脱离爆穷 你有记录 你曾经是爆穷过的 你出来做生意 跟银行借钱 他们都会有这个 呃 担心 或许他们也不会借 因为你曾经是被爆穷过 嗯 好 这个脱离爆穷 呃 他有两种做法 就是刚才我跟你说了 三年过后 你乖乖的听着 这个爆穷局的指示 做东西 三年过后 他们有权利 让你脱离 可是你还是有记录的 如果是在爆穷的期间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你把你所欠的钱还完 那你脱离爆穷过后 你是没有记录 你曾经是被爆穷的 嗯 啊 只要把它还清楚就对了 就是对了 就打个比如吧 你以前欠银行钱 可是你还不了了 银行把你爆穷了 可是在爆穷的期间 你很努力的去把钱 还完你以前的债 那当然你脱离过后 它就当作你没有 呃 你不曾经爆穷 可是呢 可是呢 有几个东西 比较细节的 你要经过的 就是当你爆穷的时候 你所有的财产是由 这个爆穷局来处理 嗯 那当你要申请脱离的时候 你要经过爆穷局 那在经过爆穷局的时候 你要给一些手续费 那在这方面呢 我就觉得 我本身觉得 他的这个手续费 是有一点 呃 我不能了解的东西 也就是说 你欠 你欠五万 跟你欠五百 五百万哦 他的这个手续费 是不一样的 他可能 他的手续费 是没有错的话 是好像是六八天 还六到十八天了 你所欠下的钱 工作量是一样 可是 你欠的钱越多 你要给的手续费 就越多 你们老说什么吗 明白 那刚才你提到了 这个爆穷 其实跟破产 是一样的东西吗 爆穷跟破产是一样的 对 就没有 完全是没有差别的 就是你破产了 你要去爆穷去爆穷 所以你是一个破产者 也是一个爆穷 爆穷者 对吧 两个字 字都是一样的意思 明白 其实呃 在在这种情况下 呃 有没有人就是试过 就是 其实如果我没有欠五万块 我就打一个比如好了 呃 呃 一个人呢 就是呃 不管他就是 如果因为这个门槛 就是五万零几嘛 如果他没有欠满这个五万零几 是不是说他可以高枕无忧呢 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他欠多少 只要 所以我打个比例 我打个比例 刷卡吧 他没有欠五万零几 他不会高枕无忧的 为什么呢 刷卡 他的利息 十八八天 每个月都在增长 一年 涨一个五千块 第二年涨一个 另外的五千块 你三万三万再涨 涨下 他都变五万了 嗯 变五万 他可能就面对爆穷的 这个 这个可能性了 所以他不会高枕无忧了 总之你欠人 合法的欠人家钱 他有利息 他利息都会在走的 嗯 那我 嗯 你说 所以到最后呢 他可能是高枕无忧 在三万那个阶段 当这个三万滚一滚利息的话 变成五万的时候 他就要醒来了 明白 其实有没有说过 就是如果当你曾经是 例如就是爆过穷了 会不会说以后有一个后遗症 就是可能人家 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吗 就是 刚才我都说了 当一个人他被破产过 爆穷了过后 如果他有还完 还完钱啊 嗯 那这边我要提一提 如果一个人他欠银行钱 他被爆穷了 他接下来在爆穷的期间 他要还钱嘛 他还钱不是还给银行 他还给爆穷局 嗯 如果你还给银行 爆穷局没有这个记录的 那他可以当过你没有还过钱的 嗯 不知道说什么 所以当一个人爆穷过后 他把他的钱 都是他的财产 规定 法律规定是爆穷局来 所以他出来的时候 他曾经有个记录 这些银行 他不会 没有这么容易 去借钱给他 因为你曾经是破产了 嗯 嗯 明白 那我们想问一下 政府有做这样的措施吗 就关于日可能 太多人如果是爆穷 或者是申请破产的话 政府有一些怎样的措施吗 来帮助这些爆穷的人 其实我觉得政府 他已经把这个法律改变了 从三万到五万 这也是帮助这些人民 在三万的时候 以前三万你就会爆穷了 现在五万 提到五万 政府其中一个我觉得了 政府其中一个措施 就是希望在三万的时候 已经红亮灯了 希望你们在这段时间 好好去搞好你们 重组下你们的经济 再来政府政府 以前是五千 过后是十千 然后从三十千变成五十千 所以政府一直以来都是在 希望提高这个数目 能改变 在还没有真正被爆穷的时候 改变人民的这个 经济的能力 再来就是 在政府这一块呢 关于到爆穷 以前 这个担保人 他很容易都被爆穷 现在政府为了保护他们 因为有些东西 我们是因为朋友 或者是亲戚 而去担保 我们只是为了帮他 然后我们做了他的担保人 最后他没有还钱 我们中招 而我们又不是很有钱的人 又还不起 所以政府在这块 他都做的保护 做的很好 也是说 你是好像我跟你说的 BDPM 我担保你 你没有还 到最后 我不会被爆穷的 政府需要保护他们 这一边 所以政府都做的蛮不错一下 这个法律的改变 好 其实我们因为早前 就是主要今天谈的是 为什么这个年轻 为什么这个爆穷率 这都是偏向年轻人的 这个趋势 就是你认为为什么 在这方面 为什么越来越多 年轻人 就是介于在25岁到45岁的人 这个趋势越来越增长 你认为有什么原因吗 我 哪爆穷我们都知道 因为他花过多过他串的 同样的年轻人 都是花过多过他串的 所以他具有这个机会力 被爆穷了 老人家我觉得他们也不 最重要是没有什么花钱了吧 所以可能因为这个情况下 所以年轻人 他们花钱太凶了 又赚不回钱来填补的话 所以他们被爆穷机会率就很高 这是应该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说法 就是我们上节刚才谈的就是 你没有好好管自己的财务 就是很难免的 爆穷率就会越来越高 好听的话就是没有好好管自己的财务 不好听的话就是爱花钱 对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说在这一方面 看我们的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就是 这样子爆穷的 还有这个申请破产的 但是越来越年轻化 是介于20 25岁到40岁之间的 我觉得这个年龄是蛮 还是算是蛮年轻的 然后如果是说您的意见 看起来这样子 你觉得政府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下 一些措施呢 就是可能禁止 可能跟银行合作 还是跟怎样的一些机构合作 看到一个年轻人 可能介于20岁到55岁 然后你开始支出了一笔 这样子的这些贷款 或者是支出一些数目过后 能够要做一些措施呢 您觉得政府是应该要负上有一些的责任呢 我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可能很多是 到处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可是我觉得政府很多时候也是有需要在教育 然后在这一方面做出一些贡献的吧 教育啊 其实这些东西呢 政府一个人的贪念 或者是一个人他花钱的那种欲望 我觉得政府他怎么样要去揭露都很难 因为如果你一切的话人家都会说 我们这是自由的时候 你不能阻止我买东西 会种种的原因 所以政府就做了第一点 就是改变了这个法律 我觉得这个从三万变五万 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东西 可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什么 换汤 什么 换汤 不换掉 资本不资本 资标不资本 所以这块东西我们回到自己 或者你家庭 或者家庭教育里面 要怎么去教导他们 难道你要政府换 做一个新的法律 如果你要我建议给政府的话 可能我会建议给政府 就是说申请这个credit card 把它的税数提高 或者把它的这个比较严厉一点的话 这样也是有可能去解决一些问题 或者银行在借钱贷款买物质方面 把它的这些东西提高一些 这样可能也是可以解决到一些问题 可是当你一向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人家就开始 人民就开始说 哎呀 这么政府或者是银行 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我们买物质都买不到 它会有好的东西 同时也是有一些坏的东西 那关于到年轻人 他们的这个数字上 这个被爆穷的数目越来越多 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家庭教育 或者是学校的教育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爆穷率 刚才你有说到就是房屋贷款 信用卡这些 其实在你做这些破产的案件 当中有什么类别 就是破产类别有什么呢 可能有买车 个人贷款 房屋贷款 或者是商业贷款 信用卡等等 哪一种类型的贷款 会比较多人去申请呢 就是破产的 其实这个破产的东西呢 它还是要看我们的经济 整个经济的状态了 如果我们整个社会是以国家的经济 上下都影响很大的话 那当然我们相信97年的时候 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子 而破产经济萧条的时候 那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能说 卡债是多过这个房买卖物质的问题 而破产 我们不能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不过 不过我所接触到 如果你说年轻人 都是因为卡债的问题 他申请了很多卡 然后我们用未来钱嘛 用了之后我们很高兴 不感觉到 当单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那种恐惧感 通常买物质的人 他们都想定下来了 当定下来之后 他们想了很久 买了物质 应该是有未来的计划 可是因为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它影响到它的时候 可能因为这样子而导致破产 通常那种一时冲动的 就是卡债是案件会比较多 买卖物质的人 都是想定下来的 要继续走远的 因为经济的问题 而导致破产 我们不能说一个肯定的答案 那当然买车买卡债 通常都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案列 明白 如果今天我买到房子的话 其实也不怕有钱 因为我可以转卖房子 不是吗 所以反正可以赚钱 那希望你要转卖的时候 有人买咯 租费没人买 你要转卖的时候 或然间政府又换了一些新政策 国家银行又没有规定 又没有这样容易借钱给你的话 但银行借不了钱给你的话 哪有买主要跟你买物质 它有连贯性 它有连贯性 OK 那个也是另外一方面 也非常奇怪 好 今天也谢谢 就是麦律师 你到接受访问的 谢谢麦律师 谢谢你麦律师 谢谢你的分享 拜拜 拜拜 其实我们今天也分享了 就是跟两位嘉宾分享的有关于 就是破产的知识 和这个破产率的趋势 是偏向年轻化的 所以总而言就是 其实 往往就是我们年轻人 我应该是说 刚好所谓年轻人 就是在介于25岁吧 我先说25岁 我不要说20岁好了 25岁到45岁之间的 的人呢 都是比较爱花 这个未来钱 就提到 刚才有提到这个未来钱嘛 而且很多时候 他们就是我们这一族群吧 会把这些东西都怪罪于政府啊 什么经济萧条啊 然后GST什么出来啊 导致他们的这一个 导致破产之类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 怎样说都好 问题还是来自自己 刚才我们第一位嘉宾 也是有说到嘛 我们最该证实的 并不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现马来西亚的经济问题 而是自己本身的经济能力 其实我看了一个现象了 我差点就想起来了 就是所谓 刚才有说到的信用卡的贷款嘛 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现在的所有的商场里边 都是很多人在就是 就推销 你现在这个credit card 有多好都好 而且你18岁 只要你有2000块到25块 薪水左右 其实你就可以申请了 这个credit card 而他们的所谓的limit 现在还不错 就是可以 随便的 你就可以调到4000 alibit的 alibit的没有 4500块左右了 其实4500块也是非常 非常多 因为已经多过了 你的薪水的一半了 对 看看你的薪水是多少吧 所以我是觉得 在这一方面的话 就需要有点管制了 就因为太多人 推销这一个credit card了吧 可能有些 你都知道 就是我们消费者 太容易申请了 对 太容易申请了 那个门槛也太低了吧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一方面的话 其实政府应该是 需要下一点功夫 对吧 我现在不是在 把这个责任 还有这个 这个罪怪在政府上 但是我觉得 政府至少还是需要 跟一些相关的计划 可能跟银行 跟银行说 不要派太多 这种信用卡的人 就是守在真的 如果你去到所谓的 而且超级市场 你都会看到 就是有一人 就守在那一边 然后就很 主动的 很主动 就跟你说 现在信用卡 你工作了吗 那你工作 其实你用两千块 你就可以申请了信用卡 而且你可以用 你可以现在 你可能会比较松动一点 因为你用这信用卡 你用这未来 起码 过你再还 是无所谓的 然后又跟你说 如果你现在申请的话 我们就有一大堆的东西 可以送给你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的话 是需要管控的 是 但是同时候 银行在赚钱 今天如果你设计一个银行 这个信用卡的话 其实银行就在赚钱 所以呢 你要讲去哪里呢 就是银行 I mean银行个人 或者是怎么样都好 和政府 其实需要这样的一个搭配呢 才能让整个经济可以转的好 同时候 不会让有人破产之类的一个说法 其实可以非常的 很深入的去调查 做一个探讨 还有另一方面 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吧 就是我们觉得这种教育 我们应该把这样子 这个管理财力的 应该变成一个公民意识 然后就在政府这方面 我们也是需要找所的一个地方吧 好 下次我们就开理财的一个课题 给大家 好 好 下次节目跟大家继续天平星空 拜拜 拜拜